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大家午安 欢迎来到下午的R2会议室 那我们下午的首场议程 是由Victor带来的一场 等资料工程相关主题的议程 那在开始之前 我想先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议程表点进去 我们都会有 本场次的slido的连结 还有共笔的连结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待会想要 会后问Victor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slido那边 先把你的问题记下来 那我们会后来回答 那再来是 如果你在这场听到 有什么key take away 或者是有什么心得的话 你也可以就一起记在 我们的共笔上 来做一个记录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Victor 谢谢 那个PyCon的那个页面上面 有我现在投影片的 live stream的部分 可以跟着一起看 就是如果今天 后面有些call字 比较小的部分 那我今天要跟 大家好我是Yvita 那今天 我目前是在 永风静交易API team 去的工作的部分 那等一下会后 有那个DropFear的部分 大家如果对 我们公司有兴趣 可以来应征之类的 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是Polus 它是目前排场最快的 DiaFrame的Library 这次Talk的大纲 我会先简介一下 Polus的来由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 最后我们用一些 我们实际 就是real world的Case 来看它为什么 非常的适合去取代Pandas 来做 Data Pipeline的授权 大家知道 Wiz McKinney吗 就是Pandas的作者 他在 当Trader的时候 然后为了 自己资料分析需要的时候 写的Pandas 就是他在那时候写的Library 但他当时的本业 因为是Trader 所以对底层的东西 基本上还不算是很熟悉 那这篇文章 大家连结上面可以看 就是他写了10个 他自己非常讨厌Pandas的地方 那因为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已经对Win-T工程多懂很多东西了 这篇文章里面也探讨了一些Pandas 2.0的一些Spec讨论 那今年其实有推出了Pandas 2.0 就是上面列出来他当时讨厌的五个点 在现在的Pandas 2.0还是一样没有改善 第一个就是没有Query Plan 然后对多核的资源也很差 然后机械节管理不太好 然后没有密西电器塔的Support 跟Grooveby写起来不太好 然后速度也比较慢 那10个点的其他另外被解决掉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Arrow 为什么 McKinney去做了Arrow这个Memory Format 我们已经有效率很好的Nunpile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Arrow呢 看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Arrow作为一个统一的共通Column-based的Memory Layout 它可以跨语言 让彼此之间 语言或者是不同DB之间的转换 不需要做Copy跟Confer这样 然后它也多支援了很多Stream Binary,Decimal,Pine 跟NastyType的这些Lunpile 所不支援的形态 那什么是Column-based呢 它其实就是描述 资料真正存在硬体Memory上面的方式 以现在的CPU来讲 Current可以有效的去利用CPU-Cache 可以很大幅的减少Raw-based的Cache needs 细节部分大家可以看我放在下面这个Link的连结 就是PLUS的作者写的关于Tune效能 就是它怎么Tune这个Diaprint Library的效能非常详细 就是包含为什么现代的CPU在小质量量的时候 ON的array操作可以比O1的hashmap还快之类的 对于想要了解Diaprint底层设计是一件很棒的文章 可以去参考一下 接着就进入PLUS 它真正解决刚刚前面提到的那几个 Wes McKinney讨厌的点 那我可以更准确的说呢 我觉得PLUS才是真正的Pandas 2.0 所以第一个功能就是QueryPlan 有QueryPlan的话就可以做很多Query的Optimization 像是Projection的Pushdown SlicePushdown 这些等一下后面会看到 再来就是它真正的完全平行化 这图上附的连结有提到说PLUS 去怎么做Lock3的hash去做平行化的资料 最后就是CopyOnRide的部分 它在记忆体的管理就是完全采用CopyOnRide 没有Modify资料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GroCopy的部分 用Rusk实作是PLUS的一个重点之一 它除了算法可以做到平行化之外 那也可以让程式本身 因为在Python有GL锁 要多合你基本上只能Modiprocess 所以用Python去实作的DataFrame 要真正做到Modiprocess 是会大幅受限的 应该说很难真的做到 除非用Cextension这样 Rusk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语言 就是除了Compiler很慢之外 其他都很不错 但也不用抱怨它Compiler很慢 因为它的Compiler会教你写Code 所以像我们那种 就是通常程度不太好的券商行业里面防小白 所以就不会有太多乱写的Code 但Python因为太自由 所以某种程度就会看到一个很脏和可怕的Code Rusk跟Python的环境整合也做得非常好 因为就是有PIO3啊这些 所以用Rusk写PythonLibrary 其实那个体验比用Python写PythonLibrary 那个束缚很多 光是那个开Project 那个感觉就好非常多 那Plus的底层部分是用 的MemoryLayout就是用Arrow 就是刚刚前面讲为什么听你去做的 所以Arrow解决的问题 它也都一定解决了 最后就是Expression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虽然说我们在写这些资料的Transformation 或者这些转换的时候 它是看起来像是用Python写 但它其实就只是一层皮 所以它的底层就可以都变成是非常高效的Rusk 好前面讲了很多 我们就直接看看怎么开始一个Query Plan 就是基本上这边我们就是看右边是Panda 左边是Polus的部分 那Scan就是来取代原本的Read 用Scan.csb或者是Scan.barquet这样的方式去做 Polus一样有Read Read的部分就会是跟原本一样是一个More 所以Scan的话它回传的就会是一个LazyBrand 就是我们的Query Plan这样 然后做Collect的时候会去执行这个正正的Query Plan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Query做了什么 上面是还没有优化过的部分 如果你在Jupyter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样 下面是优化过的Plan 可以看到里面只有取两个Column 所以只取两个Column 因为它知道你只需要 就是你整个程式写完以后 它知道你只需要先拿这两个Column 所以它就做了一次Position的Pushdown 就是在越早的时候就是先指 帮你把你需要的Column读出来就好 不需要的Column它其实根本就不会去读 那这个有这个Query Plan的效果就是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整个资料楼里面它做了什么事情 就非常清楚 那有LazyBrand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overview下整个Brand的操作 怎么样TransportData之类的 最左边的第一排是我们直接对Brand操作 最常用到的基本的东西 那大部分的资料处理的操作就是 左边这一排就够了 那中间的Expression呢 它是Expression的部分 就是针对不同形态的资料 就是一些Arrow资源的形态 然后有的Rust的Native的操作 最后一排就是LazyBrand本身相关的操作 执行啊Expression那个Plan之类的 好我们就直接用几个PALAS的Benchmark的例子来 Benchmark的比较快的几个操作的例子来收集一下PALAS的操作 那下面那个连结是H2O Benchmark 关于Join Group By这几个操作的Performance的比较 那我们这一个上面的例子是先讲就是它是要处理很多张表要Join在一起 然后有不同的feature 那同时它会有很多个商品 但是每个商品有独立的 然后也有不是独立的feature要处理的部分 对 Code的部分是 就来看到这一行的 这个Code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Join的主要的同一个商品的这个key 然后stripe这str的stripe就会让它里面的 因为原始的资料里面是比较脏一点的 就是它有padding string让它变成就是后面还有补很多空白 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要把padding string拿掉 然后filter出我们想要的只有4码的这样子的商品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要join的key 那当然针对每个stripe就是每个call都要做一样的处理 就是都要把它配定的string给你拿掉 那join的部分其实就跟原本的pandas差异不大 只是这边的join都是lady mode 就是当我们写完了以后它不会真的去批行 最后一行这边我用到了一个dt的这个operation 它是针对daytime的特别操作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experiment底下都是native的rots 所以可以平行就是非常平行化的去执行 就是它后面这些query plan的东西 那如果大家有写过spark的话 应该就对这个语法感觉还蛮熟悉的 其实某种程度有借鉴了很多spark的语法过来 那甚至我觉得它写起来的感觉就是比pandas清楚很多 因为pandas把很多keyword拿掉 让你变成你必须要先知道那些符号的意义 你才能知道pandas这些操作在做的 那这个polus的话就是把所有的keyword都留在上面 跟spark比较像 这个古板的例子就是我们平常交易资料里面 或者tick by tick的资料 但是我们要分析的时候可能会先把它做降微的处理 就是让它的资料频率降成1分k的例子 那一样前面就是我们先scan这个ladyframe 然后这边scan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写的一个信号 这边是支援global的pattern 所以如果你需要有不同的pattern 比如说你要读某个月份之类 你就可以用globalpattern去match不同的pattern 那在pandas里面你就只能用同一个folder 不然你就要读好几个档案以后 concare那个是非常的慢 然后我们先用withcolumn去创造出一个一分钟频率的daytime 来做后面要globalpattern的key 那后面的aggression里面放的expression 就是要去做开高低收量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细看了一下 就是前面略调的 那这个expression它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算一个moving average好了 那我就可以去close 然后对这个column 然后去做rolling mean 那这个over是什么呢 这个over就是以这个call为切分去做partition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针对某个市场 我就可以针对某个市场的column去over它 那这个就是针对每一档商品做各自的moving average 这样 这个expression在处理这种多商品的资料 或是多市场不同category的时候非常好用 那 有时候我们没有要让真正的资料表变得变小 就是只要做一些summary操作 可是summary的数值我们又会用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对比如说群命啊 那std这些我就可以对这个栏位直接在做一个standard scale 这类的normalization的操作 那下面这个例子就是针对 就是parse里面list这个形态的操作 所以我可以get第一个值啊做summ这类的操作 就是它针对特殊形态的操作才有的expression 不同的lazyfriend也可以透过这个concade的方式去把它merge起来 所以它一样会有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merge了两个不同月份的 然后concade之后它最佳化过的就是变成就是会只剩下一次的merge 它不会有两次的merge这样 那再来就是query plan的这个部分它是可以serialize起来的 那query plan可以serialize起来对data的version control会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你就可以直接存query plan起来 把query plan拿去做version control 你就不需要对整个资料去做version control这件事情 那你通常model 为给model那些trainingset的boblidation 你如果要复现它 你就可以直接用为给trainingset的query plan 跟为给boblidationset的query plan去复现它 然后这个query plan呢 也可以直接跨语言给Rust或Node去使用 再来下面fetch的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我们很常 如果你資料量比较大的话 你会想要先先跑一部分的小资料去实验说 你现在写的query plan到底可不可以用 所以这是fetch的用途 profile的部分就是去回传这个 这个除了这个资料dataframe以外 还会再多回传这个 每一个query的stage 花了多少时间的这个profile link 就可以你就可以再去 就有话你知道你资料的流 哪一边花最多的时间这样 好 再来我们就看实际粒子的细节这样 那 因为篇幅的关系 这些实际粒子我都取 粒子的最前面最小一段 然后面完整的其实都还多很多 这边我们就是延伸到刚刚tick转分k的那个group by 可以看一下左边跟polus跟pandas的语法的差异 应该有感觉到polus的语法应该是 以致性好非常多吧 就是pandas一下要用等号去assign新的栏位 然后一下又是assign整个df 所以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写pandas很习惯的 所以我一点就能看得懂 可是像我同事他们有以前可能是写sequel或不是原生pandas的 他们他们学pandas的时候都觉得很痛苦 怎么这个语法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 所以就是对可执性来说不是非常的readable 那看完语法的比较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跑起来效能的差异 我特别为了这次用pandas2.0重新写了一下这个 已经不想再碰的pandas 然后读档的部分花了54秒 那下面因为转daytime没有 就是pandas本身没有原生资源date跟time分开这样的形式 所以就用派上的datetime去concade它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慢 但是我们就不把它记录今天的时间 我就把它分开做比较 那groupby的部分花了36秒 所以读资料加groupby总共花了90秒这样 那polis的版本呢 这个是query plane而已嘛 所以UMS这个正常 好那大家猜一下如果是polis的版本 这个query plane执行起来要花多久 有感觉吗 大家随便猜一个数字 刚刚pandas是90秒吗 3.7秒 所以就有一个差距非常大 那我做了一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andas跟polis的CPU用量跟实际的那样 你可以看到polis结束了 那因为他瞬间就用了全部的CPU 然后看下面的CPU用量跟memory用量 我这边有放大的这个部分 就是一下子你就看到他用完全部的核心 然后记忆体的用量大概是5G吧 那我们这边pandas这个加快速度去播放 就可以看到pandas用的memory用量是35G左右 但是你看一颗核心在跑而已 那polis已经做完在那边等了 好那再来就是刚刚前面那个join的例子啊 就是我刚刚有讲过说我们的资料 很长时候会有很多张不同的不同的table要join起来 但是你看polis的语法在一致性上面就很好 在pandas这边就是一下这样而在一下那样而在 那我这边还没有写出更张的一些操作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什么 loc啊ioc之类的那种操作 就相对来说更张一点 好那pandas54秒 那我们看一下他处理那个query plan的整个资料流 就相对来说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从哪张table跟哪张table用了什么东西去做query 然后去创了什么样的栏位 这样的完整的一个query plan的资料流 那这个例子是处理齐教所资料 前面的处理的资料可能相对来说都是稍微大一点点 但又不是非常大 就是还不需要到detribution的部分 那这个例子是齐教所的资料就是 现实世界的资料总是特别脏 那齐教所给出来的资料也是 就是非常脏 那他就是每一年的栏位可能不一样 然后一下这个栏位里面有这个纸 一下那个栏位有那个纸 然后后面要补齐 就是后面又会新增一些栏位 那Polus在这一块就是可以看到用的concade去把它merge起来 然后先转成一样的资料 没有的空栏位就去补纸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看起来就是相对来说读起来是很干净 跟每一年你什么时候他资料怎么说开始要补哪些栏位这样 那concade 完了之后就可以做这些expression的处理 让它变成一个干净的资料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when and otherwise的一些操作这种 这就是在我们平常可能需要写一些if-else 但是在python或在dataframe里面写if-else的时候 或者是pandas你可能就是用浪达去包这些if-else在里面 可是在Polus这边when then otherwise 这种if-else的情境的处理就非常干净 然后效能就非常的好 这样因为它就是原生的Rust Native这样 好然后最后来推私心推一下Rust 虽然这场是Python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用Python写完Polus之后做好的那些分析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开始上Production了之后 你会有同样确定固定的流程去run data pipeline 然后你这时候可能会搭配Airflow之类 这类的AI pipeline的工具 可是我们去部署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要装Python 然后装搭配套件有的没有 其实相对来说 Python的装Polus的体验已经是好很多了 但是你还是要装一个完整的Python环境 在一个就是比较零散的跑Python的流程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想要 我们就只想要一个干净的执行党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给不同部门的人 你就只给他一个干净的执行党去 就是他的部署就会相对来说很方便 所以这也就提了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用Python写好了Polus的语句之后 我们怎么把它转成一个干净的执行党 在Rust里面的写法 研究的时候我们还是都会用Python写 因为Python就是非常适合研究语言 然后真正工程的部分我们就会用Rust去做 因为这时候它的效能就会好非常非常多 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开Project的体验 Cargo New就开好这个Project 这个在Python应该都是第三方的套件 但Cargo就是像Python的Peep这样 所以应该大家没看过Peep New就可以开一个Project 然后写Library给点 但是在Rust这方面 因为算是比较后来的语言 就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 那它其实也是算超JS圈子 那Python其实也有Peep EMB那类的在做这个 可是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好的 完全一统的做这件事情 比较分散一点 那要加就是我们的Peep install的时候就是用Cargo App 所以Clip是那个类似Python的Click 就是去做CLI的argument passing的部分 那下面就是我们用到的Polus这样 那这边简单看一下Rust的语法 这个锦字号Derive然后Command这些 就很类似Python的Decorator 就是Python的Decorator是在Definition Time的时候去做的 那Rust的Decorator 这个Derive就是在Compile的时候去做的 Compile就是先去生成好了这些Cole这样 所以不完全一样 但是他做到的事情有点类似 所以写Rust的其实如果你会写Python 然后来写Rust 其实应该没有到很难 但是当然要处理Lifetime Ownership之类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大部分时候其实还蛮容易的 那这里就是让CLI可以读到Scan Pass 跟Weoutput Pass的这两个阐述 好 这边就是Rust版本的Polus 其实大家应该觉得跟Python蛮像了吧 因为Rust 因为这个Libery本身的语法就是一致的嘛 所以大部分Polus上面用到的语法呢 就跟Rust的语法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就只是 就是比如说像DT、Combine、Troncate 这些用法一模一样的直接搬过来的Cole 那下面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Match Pattern 就是现在新的Python 基本上也在抄Rust的这些东西在做 那我这里面有附一些肮脏的Cole 像什么Rap的这个 大家就真的要写Rust的时候 再去理解 这个就是比较脏的部分 就是我只是为了Demo写给大家看的 那真正在实际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会需要去把每一个错误的环境 也做Error Handle 就是Rust相对来说是非常严谨的语言 那再来写好的Function 我们就把它丢进Man里面去跑 那就可以View出CocoView 就可以View出它的Binary 那这个Binary就放在Release上面 那这个Binary就是可以给其他人部署 或者是自销部署的时候用的一个单纯的Binary 不需要再装在其他的条件 好 那今天的大致上演讲就到这边 有人有问题吗 那我们现在先有点回答一下 那个大家在Side上回答的问题 那不一定每个都回答到 因为我们大概剩下两分钟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有人查到说 Pandas对CBAR SkittyLearn支援度不足 那想要问说这是否造成无法取代 Pandas没法取代Pandas 如果真的不能用的时候 其实Pandas Polus转成Pandas的那个也是ZeroCopy的 所以你转成Pandas给CityLearn用 或者是给DiPhone做视觉化的 这个部分是没问题 那目前其实支援度会越来越好 因为本质上来说 它只要做一层简单的Wrapper Memory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希望有回答到你问 然后如果待会没有回答到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Polus is very prevalent but very new So are there any new use cases where you can feed it is not mature enough to use 只能说Pandas Polus目前还有很多语法 就是比如说我一年前写的 跟最近它又会有一些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很stable的 在你就是板控要做好 就是你的dependency的lock 该lock的要lock好 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有人问说 Polus那么某怎么看Pandas未来 好像都是类似的问题 Pandas未来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用的人多 可是它的不错就是它的包袱 因为它就只能 就只能用 它为了要compatible 所以它没办法重新去设计一些 没办法用的 就是为了compatible 重新去把语法设计干净 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做到 所以其实当时West McKinney 在提Pandas 2.0的spec的时候 是有认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毕竟受众太多了 如果2.0直接就这样盖上去 其实很多人也会很痛苦的转换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有人说 从Pandas migrate到Polus 有没有guide 会不会API差异很大 API差异很大 那我自己讲我migration的经验好了 就是因为原本Pandas 那个就应该太慢 所以我其实试了很多方案 那这边是我当时试过的所有方案 就是Pandas的替代品 像Desk、Modin、Beg 大家到时候可以回去看 这个细节的部分 那我只能说 如果你今天是要跑单机版 那个就是可以完全取代Pandas 但是语法会不一样 而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完全取代一样的情境 因为像Desk、Modin 这些都是 它要做CompatiblePandas 可是又不完全Compatible 所以我用到的一些Pandas操作 它又没办法完全支援的 让它有效的去做Distribution 所以单机版的话 当然就一样是推Polus 那如果你今天是需要用Distribution 就是你之前已经大刀 就是一定要Distribution的版本的话 那你就目前的话应该是只能选Spark 可是Polus的作者已经就是目前在 就是拿到Aron的投资 在做Polus的Distribution版本了 所以也快了 所以如果你資料还没有那么快就成长到 需要到Distribution的话 Polus现在写起来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好那我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是说Polus目前没有明显缺点 那会不会在Google上通道问题找不到解法 那个其实现在Polus的 我的使用都是看它的文件其实就很够了 那找不到 现在你去搜寻StackOverflow上面 也有很多的解法啦 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 因为Polus的作者自己有弄一张图 为什么他弄得到Aron的投资 就是因为它的瞬间成长速度 直接超过Pandas当年跟Spark那些 它再出来到现在的升降的时间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算相对来说非常红 所以用的也越来越多 所以目前尤其他统计的那些 就是在StackOverflow上面出现的问题的数量 好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的问答就到这边 那还有些人的问题没有收到回答 那还是可以待会来找YVector 那我们待会可能是 因为下一场要准备进行 所以我们待会可能是 先来找YVector 那你这边Ready之后 我们移动到大门口外面的准备区 然后来和听众做一些互动 那我在结束之前 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待会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 有下一场也是资料工程 资料分析相关主题 那欢迎你继续参加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 谢谢YVector的分享 有兴趣写Rust 或者是Rust跟Python的工作的 可以来找我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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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